為何解讀上星期五的飛龍新增的數據 你覺得美國陷入衰退的機會又大不大? 機會,我們字眼上說陷入衰退的機會大不大很大 因為第一季已經陷入了 你這樣說的機會當然大 但問題是我們做這些節目 很多時候大家都是說 你始終都是判斷股市 如果因為美國陷入經濟衰退 而達到一個很長的紅視 或者跌得很深的紅視 這個就暫時未去到這麼悲觀 就是剛剛說的飛龍數據 現在都叫做好過預期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衡量判斷失業率 未來會不會處於一個叫做失業率高期 即是說真正一個經濟衰退 很多時候的失業率 你不會長期處於四個百分之下 接著就有一個經濟衰退狀況 就算未來有些人說現在未升 之後會回升上去 但其實現在美國很多 或者環球方面的經濟 只是處於一個很刺激的階段 開始藍卻回落來 基數太高了 不能下來 甚至面對著加息 烏和局勢 導致一些能源價格急升的相關因素上 就是出現一個很短暫性衰退 所以其實嚴格來說 現在大家關注又是這樣 美國會不會陷入一個經濟衰竅 即是說那個衰退會不會連續升 只是說單單一個季度 半年 還是整個2022年 或者甚至2022年打口 可能有三至四年左右的時間 GDP可能是說負增長 或者說得0.12%左右 大家在想一下這件事情 暫時老實說真的未去到這麼被關注 所以我們現在判斷市況 特別說美股方面 大方向就一定向下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美國媒體大行都會暢談 但問題你要想就是跌多少 說會不會還有一個很深的調整 就是判斷經濟狀況是怎樣 如果你看近期最新的美國飛龍數據上面 其實就是顯示著告訴你 失業率仍在4%以下 雖然叫做差的預期 0.1%左右 但現在美國處於一個狀況 在什麼階段 就是物價很高 人們不願意去運工 可能是申請失業救濟金 或者各方面的因素 省省一些現有成本 外出開支上還要化算等等 但人工成本升得很厲害 所以美國的經濟藥 現在最主要的原因 真的以滯漲這個話題為主 但會不會滯漲的狀況 其實令到經濟長期衰退 暫時真的未去到這麼悲觀 比較市場看法是一些一次性因素 如果你去到一次性因素就來了 就是在美股四個指數上面 羅素2000 最少人看羅素2000 或者三大指數上面 基本上都只是導致 未陷入過結束性熊市 所以你講到美股其實做 我會這樣說 近這一年 就是近年開局你都這樣說 你不要假設美股 好像過去兩三年有這樣的嘲諷 但是跌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我覺得反覆的機會會比較大 因為在鄉下會有機會穿低 但是空間未必太大 因為原理就是 你看到經濟數據上面 全部都是顯示以資的因素 放緩著 你會不會去到美國譬如債務評級 是說垃圾債以上的 我們叫做垃圾債 但其實現在的違約風險 是非常低的 即是你真的陷入一個經濟衰退 大蕭條的狀況 會有很多企業會陷入一個違約的情況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聯儲局有一個很激進的加息 純粹是主要的原因 即是說2021年沒有加到 所以2022年看下去加得比較急 其實說聯邦基金利率上面 即是聯儲局交到的利率去到什麼水平 2.5厘3厘左右這些位置 大家估計都會收手 那利率是不是真的叫做很高水平 其實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美股後市仍然有很多變數 方向就一定向下 問題就是跌多少 但問題就是這些位置 我覺得靠邊站會比較好 消息未來我都願意很繁複